翻译和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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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在蔡英文这一次的讲话 反映了仰安关系的过去几十年 从互乡的对骂开始打空炮 互相的攻击 到程日平时期 也在某种程度已经开始进行务实性的调整 中国大陆也在进行务实性的调整 也就是说两岸关系在过去几十年中间 已经积累了这么一种关系 这种关系就是双方都不愿意毁掉 不去所积累的这种关系 如果积累了这种关系一旦完全毁掉 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只剩下了一条 就是武力功能 那对于台湾来讲 那么美国对它的承诺和保护有多大的有效性 和真正能够保证是很值得欢迎的 因为台湾的存在就是证明了国际社会 是一个没有道德的国际社会 是一个根本不值得我们争动的一个国际社会 因为这样一个 所以我看了蔡英文的演讲 我感觉非常的难受 非常的委屈 但他在这样一个合法的和平的理性的和法治的困难之下 当选一个国家的总统的时候 他不能直接的真正的面对这个国家所存在的问题 而要把更多的精力更多的心思去对付一些极势 对他来讲全是一个破坏性作用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大陆讲 你如果要讲什么东西 你就是台湾就不能走向和平 其实两岸关系学破坏和平 那不可能是台湾破坏和平啊 对不对 只能是中国大陆才有这样的一种实力 而有这样一种体制 而且国际社会是如此的不道义 不公平 都产生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 当然 建元国际政治是一个现实政治 建元两岸政治是一个现实政治 是一个利益政治 建元现在没有毛德东这样的人 建元大家都是做生意 拿关系 误实 那我就说两岸关系 在现代的空调之下 台湾建元不能独立 那反过来讲 中国大陆要解决这种体制 他父亲的代价是远远超过他的想象的 那种所谓的统一中国的这种说法 是纯硕这个诗稿 现在的对方说是纯硕的 那种体制 这种体制 对方说法 也没想到 是纯硕的 确定 是纯确的 那种体制